岁数越大 脾胃越差 脾胃出现问题 不只是疼痛那么简单 我想问一下 我这挺长时间了 就是脾胃不好 总是拉肚 然后有时候呢 还觉得肚子脏 一类食物调理脾胃 又营养又好吃 轻松帮您养好脾胃 这个食物啊 原来是野生的叫狗尾草 后来呢 经过中国人的选育驯化 这才成了粮食作物 样子呢 非常像骨子 尤其在幼苗的时期呢 它叫做幼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为您播出 健康饮食 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铁峰 今天给我们分享 养生菜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 阮老师 阮老师您好 铁峰老师您好 家人朋友们 大家好 阮英平 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 三级公共营养师 三级健康管理师 这个昨天呢 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养肝的话题 对 绿色能养肝 对 今天咱们聊点什么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种食材 我这儿呢先不说 但是我可以让大家呢 一起来猜一猜 我最擅长猜谜了 我是中国谜语的天花板 天花板 天花板水平最高了呀 天花板也能掉下来 看他放哪儿的 是不是 这个莫凡看来是信心满满 对 那我这就要出题了 看看你们俩谁能答上来 这个食物啊原来是野生的叫狗尾草 后来呢经过中国人的选育驯化 这才成了粮食作物 样子呢非常像骨子 尤其在幼苗的时期呢 它叫做幼 成语粮幼不齐 就是由此产生 那有了这些提示 你们俩有答案了吗 你有答案了吗 我思考思考 你先来 不是天花板 天花板掉地上了 这可能是我 猜谜生涯的一个瓶颈了 我再想一想 其实我觉得吧 好像是一种古物 但是具体是什么 就有一点难到我了 你看看这俩人啊 尤其莫凡 信心满满 这假 我中国猜你天花板 天花板 然后呢 给你猜出来 其实这个结果吧 你来猜猜 我来猜可以啊 说说看 其实您一说 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你看书都 所以您知道 小米对不对 哎呀 说实话 我就觉得 您这个知识丰富 其实有的时候 把两位观察员 难到的问题 到了您这儿 难不倒您 咱们不用互相追讨 您还是给我们传递指示 对不对 我怕你们有的时候 结成统一战线 所以我还是说说您 夸夸您 咱俩永远是一会儿的 好 其实说这个小米 我没猜出来 但是我想问问阮老师 今天怎么就想到 讲起小米了呢 是吧 今天呢 有一位热心的观众 发来了这么一个求助 我看了以后呢 我就特别想帮他一把 以及呢和这位朋友 有类似症状的朋友们 那还是悲天悯人 对对对 那么我们这位观众朋友 他到底是一个 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发来的这个视频 两位老师 你们好 一直都关注着你们这个节目 然后看你们讲的也都挺好的 我想问一下 我这挺长时间了 就是脾胃不好 总是拉肚 然后有时候呢 还觉得肚着胀 有的时候吧 一天得上三十四厕所 有的时候甚至半夜上厕所 你说这个是不是 数字大了 这脾胃不好了 我想让两位老师帮帮忙 给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谢谢了二位老师 容老师 我们这位观众啊 他拍来的这个视频啊 挺有代表意义 对对对 挺说明问题 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 他都会出现类似的健康问题 这叫什么呢 这叫脾胃失调 很多年轻人呢 可能是我们到了年纪了 就看着这些年轻人 犯这些错误 心里是很难受的 总是规劝 他们也不听 有很多年轻的时候 他年轻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不重视 结果这个事就脱 越脱越久 岁数越脱越大 这个问题呢 就越脱越严重了 没错 这脾胃问题呢 确实是特别折磨人的 一个呢是这个问题呢 他反反复复 总也不愿意好 而且呢 还会产生疼痛 有点一疼起来 什么活都没法干了 哎呦 人窝下去了 趴在哪个凳子上了 所以这脾胃不好的人呢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应该及时的去调理 你不能把问题 像刚才铁峰老师说的一样 年轻的时候 稍微有点小滑不凉 不注意 然后慢慢慢慢疼了 慢慢慢慢的开始反酸了 再呕吐了 越来越严重了 最后拖到了 没有办法挽救的地步 要动刀子了 那个时候才好 回去有点晚了 那就可惜了 对对对 嗯 这个我明白了 刚才咱说小米 就是为了解决 这朋友这个健康困惑 是吧 对 对 有这么一方面的意思 嗯 首先呢 这小米 它的确是一个 非常好的食材 我在这儿呢 先说说这个小米 小米呢 被称为是五谷之首 也是我们北方人民的 主要的粮食之一 南方朋友 像我一样 在江浙一带 很少平时吃小米 对 为什么呢 我以前说了 我把它认为是鸟神 啊 家里羊小鸟 买给小鸟吃的 没想到啊 那个时候 知道它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后来学了营养学之后 这是个好东西啊 嗯 放在眼前是有眼不识泰山了 嗯 小米里头的蛋白质 胡萝卜素 维生素B1B2 都是其他的谷物 所无法比拟的 所以吃这个小米儿 它可以补充铁元素 有利于补血 保护我们的发质 滋润我们的皮肤 还更加具有补脾胃 补肾气 安心养身 还有什么呢 美容养颜的效果呢 对 中医认为啊 这个小米儿 胃肝癫 能健脾除湿 何胃安眠 本土纲目里 说小米儿啊 致反胃热力 煮粥时能 一丹田补虚损 开胃肠 咱们平时说这个 帝王 要的是江山社稷 啊 说这个稷字了 哎 江山都知道是什么 那是土地 靠靠他们俩 稷是什么 那就是小米儿 小米儿 即就是小米儿 对 实际上咱们把答案都告诉她 对对对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由此可见 这个小米儿啊 不论从种植的普遍性 还是从我们对健康的保护上 她都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这小米儿呢 对脾胃有这么大的帮助啊 我呢 就跟铁方老师啊 一起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但是呢 这个莫凡 他刚才说了啊 今天您就用这个小米儿 就解决问题了 嗯 他呢 只说对了一半 小米儿的确能够帮助脾胃失调的朋友 解决部分的问题 但是光靠这小米儿 是不够的 我需要一类 跟小米儿性质相同的食物 把它们搭配在一起 这才能完美地解决脾胃失调的问题 老师 你就放心地把任务交给我俩吧 我俩现在就去 嗯 啊 现在你们俩主动请应啊 我没让你们去主动请应了 要不也是他们俩事 嗯 要不我就告诉你们俩到菜场 嗯 去买什么 对 这个食材的关键词 我得跟他们讲一讲 你得出题了 老师今天准备现场就开题了 出题了 对对对 呃 直接告诉你们俩 嗯 关键词就是黄色食物 哎呦 黄色食物 这个 嗯 我觉得有点宽泛的 这个 就是黄色食物就能和这个小米去搭配 然后还能治疗这个脾胃这问题 嗯 嗯 那我们可就随便买了 嗯 反正就是黄色食物 你们俩去吧 啊 我得看看你们 今天他们俩能买回什么来 看看他们俩悟性吧 哈哈哈哈 那么电视剧前的观众朋友 您知道 有哪些黄色的食物能和小米搭配 变成美味又健康的食物吗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参与互动 告诉我们您的答案 这样就能够免费获取软老师的 小米搭配清单 以及数千道养生菜肴的食谱 期待着您的参与 餐桌上常出现的这类食材 与小米搭配 效果翻倍 而且这些食材 平时咱们老百姓餐桌上 也是常见的必备的食材了 养胃经典方 制作不是那么随意 看阮老师现场为大家细细到来 帮咱们排毒素 还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 那么还能帮助我们 消化吸收 调节脾胃健康 这样才能更好地 让我们的身体 吸收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精彩内容马上为您揭晓 来吧 又带任务来的 黄色的食物 咱俩一起看看去吧 不不不不 怎么了呢 分开买吧 为什么 就是一起买吧 就很多我想买的东西吧 你都无法实现 你知道吗 不是 你看你这人 那行吗 那分开吧 分开分开分开 那我去了 个忙个人 老板给我来个这南瓜呗 玉米给我拿两根吧 你看一眼啊 好嘞 好嘞 谢谢 知道为什么不爱跟他一起买吗 好多东西买不了 我想买帮母花来着 可惜市场没有 我最后面玉米代替一下吧 买点什么呢 这怎么都是绿的呢 土豆是黄的 拿两个土豆吧 这红薯烤完了也是黄的 再拿两个红薯 过去了啊 姐 好嘞 谢谢 莫凡 买完了 你这怎么吃上了呢 买了 我不来了 你这怎么还没回去 你就吃完了一会儿再 黄色食物嘛 先吃为敬嘛 你不吃啊 我不吃 好眼啊 我不吃 不吃算了 走了 张老师 咱们两位观察员 食材该买一买回来了 对 你看他们这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这个任务完成的还行 一半 不是完成的特别好 不太满意 对 不管怎么说吧 我是觉得他们俩这次完成任务 是比上回有进步了 用心了 你还记得吗 就是上回我让他们去买那个 年夜食材 莫凡薯烤谷买什么来着那个 胶水 对 年夜 我买听胶水 我买 蜗牛 米粒虹 那晚上咋吃啊是不是 反正这次啊 按照我的要求买过来食材啊 而且呢 买的这些食材呢也算都是黄色食物 而且这些食材 平时咱们老百姓餐桌上 也是常见的必备的食材了 不过铁方老师啊 我就在想 我就在想他们俩去买这个黄色的食材呀 怎么着也得买把香蕉回来 那香蕉不是黄成成的吗 看上去 其实吧 您一开始说黄色食物的时候 我还想到什么呢 想到什么呢 我还想到了菠萝啊 我还想到了这个芒果啊 我还想到了橙子啊 我想都是好吃的东西 对 但他们没买我觉得 是不是认为就是水果啊 没当色菜 那香蕉 肚子里 都吃吗 肚子里 其实买这个玉米的时候 我还想买这个爆米花来着 然后呢市场里没有 就买了这个这个玉米 你看看 阮老师 我还把他进往好人堆里拼了 你说 要是买爆米花的话 估计到咱们这儿 你剩不了多少了 一路走一路吃呗 剩下两番店就给你 这事他能干 教我 今天阮老师对你们评价 整体还是挺高的 就起码进步了 对对对 但是老师 其实我今天买菜的时候 我还心里还犯嘀咕呢 说这个买黄色的食物 那为什么就一定要买黄色的呢 那别的颜色就不能跟小米搭配了吗 这么一个问题 好了 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们 都跟孟主一样 也有相同的困惑 那我先问你们俩 这个小米是什么颜色的 黄的呗 小米是黄的 所以今天呢 我要用黄色的食物 来解决脾胃的问题 阮老师说这个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从中医的理论来讲 五胃养五脏 天地之间有五行 对吧 人体有五脏 五脏配合五行 这个脾是主运化的 它属土 中央五脊土 这个五行当中黄色就归土 所以说黄色食物是养护脾胃 那我再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一说 黄色的食物呢 也被称之为叫免疫堡垒 这些食物的共同的点就是含有丰富的黄色营养物质 比方说肥的胡萝卜素啊 黄酮类的成分啊 以及维生素C啊 那么这些物质呢 它能够帮助咱们身体抗氧化消除自由基 也就是说帮咱们排毒素 还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 那么还能帮助我们消化吸收调节脾胃健康 这样才能更好地让我们的身体呢 吸收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 啊 这么回事 这回明白这个阮老师的用意了 你看啊 阮老师 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 是围绕着脾胃健康 对 脾胃健康 这是核心 对 然后呢我们核心主材是小米 对 再加上我们两位观察员买了这么多东西 这是几样 四样 四样 要搭配这个小米做辅助 您今天打算做点什么菜 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 一说到这个小米啊 养胃啊 我想啊 可能很多朋友 都会想到什么呢 小米养胃粥 对 小米粥 对 就小米粥 没错 老师 这个属于经典搭配了 就我小的时候一难受 我妈就给我熬这个小米粥喝 熬小米粥 那么这个小米粥说实话 我要讲 大伙说 嘘 别讲了 都会熬 对不对 那这个小米粥怎么个做 它才营养健康 这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 又有哪些个食材搭配在一起 才能最大的发挥它的功效 这个我估计你们也不是特别清楚 对吧 这个很多人还真没有仔细研究过 就是小米往锅里一放 就煮成粥就喝了呗 正常来说 是吧 小米粥已经很好了 这个做粥它也大有讲究 我细细地跟大家说一说 这必须得说 我们也得学两招对不对 好好 首先做这个粥 我们得从淘米开始 这里我想了解一下 大家会不会淘米 淘几遍呢这个小米 这事阮老师 你甭考我们 你甭考难为他们 我们事先在微信上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在栏目微信当中 进行了一个问卷 这个莫凡 孟竹 你们两个面前派在里 有相关的数据 你们找一下 给公布一下 看看大家怎么看这事的 好吗 与节目组实时互动 参与节目赢阮老师四方菜谱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更多精彩内容 等您免费领取 这个数据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投票结果 我看了一下 说这个淘小米 淘三遍以上的占24% 两遍以上的占37% 一遍的占29% 还有10%的人是不淘小米的 看来这个淘喜 两遍和一遍的人 算是比较多的吧 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淘一遍两遍三遍不淘的都有 您怎么看这个 我要告诉大家是什么呢 大家在家里 小米在淘喜的过程当中 小米里有一种成分 叫B组维生素 它是水溶性的 所以你淘的次数越多 B组维生素就跑得越快 对 所以你淘三遍五遍 这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是你淘上个两遍三遍 淘完以后 你这淘米水 你不要把它丢掉 那有用 对 有用 因为从古至今的研究 它都非常的有药用价值 和食疗的效果 这个食疗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养人的 它又叫什么呢 又叫素米干水 所以我们把这个素米干水 自然发酵 发酵以后 你再把它煮开 你再吃 就这个素米干水 什么作用呢 去烦躁 帮助我们消化吸收 所以小米的滴 不要过度地去淘洗 搓呀什么 不要这么做 第二 小米的这淘米水 也别浪费掉 我觉得您这个方法 是非常有用的 它用什么东西发酵 怎么发酵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如果大家跟铁方老师一样 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 可以去电子菜单当中来获取 那么那些需要去烦躁 促消化的观众朋友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这样就可以免费获取 素米干水的发酵方式 那任老师 桃米问题 我看咱就说到这 对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给大家讲一讲 您说的这个 粥 小米粥 具体如何操作 今天呢 我就从莫凡和孟竹 买回来的食材当中 我分别挑一样 跟这个小米呢 来一起熬粥 我就挑莫凡买的南瓜 还有孟竹 买回来的红薯 来做一道南瓜小米红薯粥 然后呢 我们请大厨呢 一边操作 我这呢 一边给大家进行讲解 电视期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 阮老师的南瓜小米红薯粥 您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即可获取 还有更多 健脾味促消化的食谱 以及其他 不同功效的养生食谱 等您免费获取 添加栏目微信之后 还有优质小米 大团拼的活动 期待着您的参与 养脾胃 撕阴穴 小米的搭配食谱 您都知道吗 就刚才莫凡他也问了 阮老师 单单这小米 它就能解决 这脾胃的问题吗 那我也给出答案了 需要黄色的食物 跟小米搭配 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为您揭晓 微有小马说呀 它炒豆芽菜 总有腥味 不好吃 食料养生 别犯难 有请阮老师 这肉丝切好了以后 在食用碱水当中 过一下 特别美味 可以加点豌豆 补充膳食纤维 这么做口感更好了 一米加百合 去湿又防击 好吃 而且更营养了 所需要的食材 南瓜一个 红薯一个 红枣小米适量 冰糖适量 把南瓜 红薯 分别去皮 洗干净 切成丁 然后把小米 放到砂锅里 加入清水 大火烧开 加入南瓜 红薯 红枣等等 等到再次烧开以后 转小火慢煮 15分钟 到20分钟左右 等南瓜 红薯 小米 煮到已经软糯以后 加入枸杞 那么小米南瓜 红薯粥 就可以出锅了 任老师 您给我们做的 这碗特殊的小米粥 我管它叫加料小米粥 加料小米粥 食材很丰富 如果是在早餐的时候 能吃上这么一碗小米粥 首先养脾胃 而且有助于 打开胃口 对 但是我们更关心的还是它的功效 功效 它跟普通的小米粥肯定不一样 小米粥在北方有代参汤的美称 这小米粥对人体的脾胃有特别明显的调理作用 可以滋养血液 而且能够提高胃的功能 更加能够修复受损的胃粘膜 促进胃液的分泌 对这个什么消化不良啊 什么拉肚子啊 烦躁啊 恶心呕吐啊 等等 有这些症状的朋友 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是的呀 中医有云啊 说这个脾胃乃后天之本 继续生化之源 它是我们人体营养物质的加工厂 是我们生命健康的保障 脾胃一旦受损 它不仅是对我们的食欲 睡眠 情绪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 它还会引发肠胃 各个系统的疾病 所以说这个脾胃的养护 特别特别关键 说得非常好 就刚才莫凡他也问了啊 阮老师啊 单单这小米 它就能解决这脾胃的问题吗 那我也给出答案了 需要黄色的食物 跟小米搭配 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 那两位老师 您看今天阮老师选的 这是南瓜和红薯 那这招算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这肯定有啊 这个自古以来 只要是涉及到用中医手段 来健脾养胃的食疗方子里 这个小米红薯南瓜 是肯定要提到的 其实这三样食材啊 只要是健脾养胃 少不了他们三个人的身影 对 这里南瓜呢 我细细地说吧 南瓜含有果胶 什么作用 有吸附性 能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粘膜 免受刺激 能够加强肠胃的蠕动 帮助消化 并且还有降低血糖 对缓解糖药病 这个很好 而且有辅助食疗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说这红薯了 三玉啊 红薯啊 红薯 在李时珍那会儿 就称之为叫什么呢 把它称之为叫长寿食品 红薯里有什么呢 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它能刺激肠道 能通便 能排毒 特别对我们这些老同志啊 便秘什么的 有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呢 它还降压 顺便还降糖 还有抗衰老 有这些个食疗作用 那么这三种食材 我们把它熬成了粥 就能加强我们胃肠的蠕动 用中音上怎么说来叫 温补脾胃 滋阴养颜 这个阮老师啊 在这里还加了这个红枣和百合 您看出来了 那当然了 这里边啊 都有健脾胃 滋阴血的作用 原来这个小米粥 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这个怎么淘米 然后怎么搭配 阮老师今天真是教给我们太多了 阮老师肯定是不止有这一种搭配小米粥的做法 是不是 阮老师肯定还有别的招数 莫凡呢 真是个机灵鬼 套子花 的确跟小米搭配的这个食材啊 远远不止南瓜和红薯 我们刚才说的黄色肉脾 还有其他的黄色食物 都可以跟小米进行搭配 做出什么粥啊 糕点呢 米饭呢 等等各种各样的 温补脾胃的食品来 对 观众朋友 如果您想获取阮老师 补脾养胃系列食谱 这样的一个清单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添加栏目微信 还有小米的各种养生搭配菜股 都可以免费获取 更有优质小米的大团拼 这样的活动 期待着您的参与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 很多微友都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就帮他们来解答一下 好 我这儿有一个老师 咱们微友绿水悠悠她就说了 说她对您刚才说的 这个酱糖的食材很感兴趣 问说还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能够帮助酱血糖的食材 刚才呢 我说的这个南瓜 还有粥里头 加的百合 都是对酱糖 非常有帮助的食材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那个山药 玉米 芦笋 苦瓜 这些都是对糖尿病患者 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那这位朋友 您可以到电子菜单里 去寻找适合您体质的 控糖的食谱 注意阮老师刚才说 最后这词 控糖 为啥阮老师这么说啊 对 其实啊 从理论上来讲 这人呢 不管吃什么样的有机食物 吃完之后 这血糖都是要升糖 都会升 对 没有说我们吃完这食物 这血糖唰唰唰往下降 就吃药才能够往下降糖 而血糖这个事 不是单纯降的问题 要管理 对 我们叫控制 其实啊 我们这个微友他提的问题 是想把血糖降下来 但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通过食疗 通过对食物的食材的选择 对食量的控制 对这个食材的搭配进行甄别 最后我们实现的是 控制管理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看下一个微信问题好吗 好 魏游海棠花 说自己这个肺不好 总咳嗽 然后想问问老师 吃点什么能比较好 今天呢 我们说黄色食物入脾 能保护脾胃 那么也会有一种颜色 入肺筋 保护我们的肺 中心说啊 五色入五脏 没错 那么这位微友呢 您也不用急 您这个问题啊 我们下一期节目 就能给您解决 您只要记得收看 明天的节目就行 专题给您讲一讲 补肺那些事 那么观众朋友们 今天阮老师给我们带来了 温补脾胃 帮助消化的食疗方案 如果您有类似的健康问题出现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栏目微信 更多健脾养胃的菜谱 等您免费领取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观看